美國麻薩諸塞州警方正在波士頓地區大規模搜捕 星期一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一名嫌疑人 另一個嫌疑人星期四晚上在同警方的槍戰當中被擊斃 美國媒體報導說這兩個人是來自俄羅斯車神共和國的兄弟 有關當局說被列為馬拉松爆炸案2號嫌疑人的白帽嫌疑人仍然在逃 身上攜帶武器而且具有危險性 警方向位於波士頓以西13公里的玉特頓居民發出警報 要求他們留在屋內除了警察外不要開門給任何人 警方正在玉特頓逐家逐戶搜捕在逃的嫌疑人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導說這兩名嫌疑人是來自車神的兄弟 《紐約時報》報導說有關當局認為這兩名嫌疑人是車神人 美國媒體報導說這兩個人在美國合法居住 仍然在逃的是19歲的沙爾·納耶夫 福利